平川速远镜听听两个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多人运动 二维二的对抗 有中国队对抗韩国队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容 地图对话选择是TR归岛 出生在地图的左边 分别是蓝色的兽族Fly 以及蓝色的亡灵选手小凯 小凯二维二非常强悍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分别是红色的亡灵Lucifer 当年四大鬼王之夜 非常厉害 还有一名是红色的人祖三的 他其实就是Lucifer的亲弟弟 韩国亲兄弟 来打我们中国的兽族和亡灵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Fly这边 我们看一下Fly首发的是小Y 那还是偏团队型 前期生一个要素 抓对方链级 然后到二维之后生一个治疗波 非常的舒服 我们看一下亡灵这个选择 亡灵这一边的话 应该也会选择一个偏团队型的英雄 看一下对手这边 Thunder的话选择的是 哇选择山丘非常的刚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Lucifer 选择一个什么英雄 好选择的是地穴领主小强 这边小凯也是选择小强 总体来说是一个兽鬼的组合 打人鬼的组合 都有亡灵 看一下双方前期的一个博弈 Fly派了一个小苦工 去对方斩抬一下 好那自己的对家就是一名人组 那接下来前期可以搞搞人组 不死的话家里最好不要去 因为家里生个兵塔 非常难占到便宜 小歪走出祭坛 直接就往这边走 去抓对方练集 这一边的话蜘蛛 是不是也跟着小歪一起去 自己不练 然后去抓对方练集 人组的话民兵敲出来 人组练集前期效率还是有点高 配合民兵一练 小歪过来抓 过来的话小海龟 小海龟勾进去练 小这边看看 小歪非常准上来 抓到亡灵练集 不让你练 小强的话前期练集 这非常谨慎 家里的招宽我招出来 这个小歪直接还抢了别人一个怪 小歪前期抢怪还是有点强 过来的话 自己的队友也要过来了 小歪继续和对方稍微牵制一下 这个怪不能抢到了 这要是再抢到就有点过分了 小歪继续过来 这波没有抢到 但是呢 我们注意的 这边的话要数一下 看看要不去抢一个东西 装备没有抢到 那现在小强 练完了一个小点 这边小凯 小凯的小强也在练 大技的话跟着小强练 小歪前期去骚扰一下 那卢西佛的弟弟 桑德看不过去了 山丘过来捶你 你再敢骚扰我 哥哥练集 我就揍你哦 这边小凯练到了二级 练得非常的快 这边的话 卢西佛的小强 还没有到二 过来 小歪过来抓 这边小凯也过来 这边要叫TP吗 双方已经包夹过来了 小强 这边升到了二级 上来一发戳 妖术杀你一个蜘蛛 交一个TP 哇 这一波弗莱和小凯的配合非常完美 杀了对方一个蜘蛛 还逼对方交了一个TP 这边直接点 这边难道想练大点吗 这个也实在是有点胆子大 还是练一下七四四 七四四的话 七级海贵 没准掉个大雪大蓝 还是很不错 这一边卢西佛的蜘蛛过来 发现了对方 但是大部队能过来抢吗 这边七级 七级乌龟 这边小强 抢怪还是有点难 不像 哎 这边戳起来了 哎呦 你还没 不好抢 被他给抢到了 这边装备是一个大无敌 大无敌 装备没有抢着 小强的戳还是有点猛 那这一边小歪 先把对方的小骷髅给解决 哇 桑德已经练到了三级了 哇 英雄等级还是占优势啊 韩国组合这边 这一边的话 小强才二级多 对方已经三级了 这里再练一个七四四 那对方已经发现了 小凯在这里练 很可能过来抓一波 这一波看看谁啊 谁能占到便宜 呜 山丘之王 二级风暴之锤 敲了一下这边的 这边小强 小凯的小强无敌 可以扛起来 要不要挡对方的一个锤子 首先妖术 这边无敌赶紧顶起来 怕对方小强戳到自己就没麻烦了 好 这一波小歪继续妖术一下 哎呦 对方一戳 互相戳一下 三级三级的山丘 不会这么 哦呦 这个妖术接的非常果断啊 这三级的山丘来抓对方链级 结果自己被杀 这一波有点伤 有点伤 那现在小歪这个妖术 关键时刻确实可以干大活 那这边赶紧把这个744给练完 另外一边的话 三级山丘直接买了出来 那这一波还要继续抓 第二次来抓 阵形调整好 小强往前冲 这边小歪找紧机会 妖术一下对方 把对方戳一下地板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七级海归还在疯狂的帮对方啊 疯狂输出 这边小歪又一个妖术 哇 小歪妖术谁啊 谁就要被杀 小歪前期这个辅助还是非常的强啊 那这一边韩国队抓了两次 好像没有抓成功 还是自己练一波级 确实啊 本来的话 韩国队英雄等级是领先 结果抓了对方两次 哎 倒是落自己的优势给没了 所以不再抓 自己还是考虑下来 赶紧封火练级 我们看一下 这一边七级海归 骗到这里来练 打了一个棒棒塔 可以抽一下篮 小歪的话也是即将到三级啊 到三级之后 生个 生一口治疗波 是吧 二级呢 还是疯狂的不错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弗赖的话 发一个老牛 老牛的话还是偏团队啊 到时候团战的时候 往前一冲 一脚一踩 小强再接一个出地板 呜呜 双方不约额头 都到了中间这个点 看谁先勾啊 小强 还是有点懵啊 先把怪给打起 但对方马上 把仇恨给吸引过来 这一波 哎呦 山丘一死人血啊 隐身 看面对方的萌萌 哎呦 这边把治疗 不治疗腹给吃掉 山丘瞧了一下 对方的老牛 老牛踩一脚 那对方小强能接团吗 赶紧 交一个TP 那TP一交 这边人足怎么办 人足怎么办 小强往前冲 山丘身上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哎呦 这一波伤得很亏啊 三级山丘 本来山丘到三级 是正式科 大干大事业的时候 结果连死两次 这一波有点腿啊 好 现在人足二发了一个血法痴 山丘要复活了吗 三级山丘复活 可是要浪费一点时间 这边弗来 哎呦 又一次成功啊 把这些怪给收割掉 打了一个烈焰披风 那老牛赶紧送到三级 三级老牛 带着烈焰披风 往前冲啊 就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 是吧 一脚一踩 一脚定胜负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弗莱和小凯的组合还是比对方好像更有默契一点 这边露西法感觉和对方啊 抢怪抢了好几次没抢成功 自己赶紧练一波级 这里的话一个大点练完啊 打了个灵巧投金 但是你练机的时候 弗莱和小凯已经 弗莱尺进攻了 刚好趁你山丘不在啊 过来进攻一波 这一波二级戳啊 人走家里有点伤啊 没有圣塔 没有圣塔 逼你回来 山丘的话 现在才复活了一半 这边赶紧回来救一下 DK买一个回程 要直接TP过来吗 再不TP真的没了 TP过来 小强图弄 已经图弄到了四级 又一个戳 哇 非常的完美啊 好小强 这边小凯选择了TP 弗莱这一边的话 确实也赶紧撤一波啊 人组已经开始出这个女巫了 女巫手动减速也是有点伤 白妞可以聚散一下 好虚无 这边看看小凯会回家 马上练技啊 没有浪费一秒钟 这一边的话 老牛打到快二级半了 这里再练一个744 练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DK DK离三级还是有点小距离啊 弗莱继续练 对方也没有去升居 又继续追过来 现在弗莱是找准机会 赶紧把老牛练到三 老牛一到三 到时候往前冲开团 非常强势 乌有三球终于再一次出来 非常不容易 身上嗑嗑进化药水 补一下状态 这边的话 让DK单独吃一下惊艳 7级海龟打完 打了个大无敌 这一边 哎这个海龟不练吗 好对方抓了过来 抓了过来 赶紧撤一波 这个小强二级撮撮的 还是非常准啊 撮两个蜘蛛 一个蜘蛛阵网 这边血法师 给小强疯狂的补兰 哎呦 这一波抓的很舒服 抓了两个蜘蛛 弗莱赶紧和自己的队友 会合一下 家里的苦工也拉出来 这一波真的是家里的话 一切可有动用的资源 全部拿出来 打这一波团战 哎 这一边 卢西法和弟弟 稍微的怂了 调整一下阵型 看到弗莱这么薄命的打法 确实有点吓一跳 好 这边弗莱和小凯打点 选择进攻人族 确实进攻的话 是打人族好 打亡灵的话 有点难打进 这个阵型控制好物啊 一发戳 又杀了一个火枪 哎 这边用隐身啊 救了一个火枪 那现在占据了有力地形 对方在这个小指甲狗冲过来 有点难啊 部队长不开来 输出不好打 这一边的话 小甲虫进去屠笼 然后守着这个地方 你又冲不过来 很难受 我们看一下 这边小凯的话 乌鸟已经带好了球 对方想冲出来 从这个狭窄地方冲出来老牛 老牛被戳起来了 找机会踩一脚 对方山丘 瞧一下地板 老牛踩一下 双方开始护踩 这边要树了一下对方的DK 想杀DK DK疯狂的往后撤 这边小强再次戳一下 老牛 老牛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哎呦 可惜没有踩出来 哎呦 被对方给秒掉 确实啊 山丘这个二级风暴 这实在是有点强 那现在的话 Fly和小凯贴了一个群防 群防一贴啊 部队护甲有点高了 哎 这波杀了对方的一个主力英雄 三级想强杀完 这边二级的DK 一丝血也很微小 血法也阵亡 哇 这一段时间 韩国英雄阵亡非常的多 Lucifer直接打出了季季 我们恭喜Fly和小凯的中国组合 确实两个人的默契 打得非常的不错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